我們今天有個慶功宴 Alma請吃飯 因為這次特朗普這麼成功 所以小夏我們周圍一群朋友 都是特朗普的粉絲吃一頓飯 慶功宴 每個個拉票都很辛苦 有一個朋友 今天他來不了 但是他三年多時間 每天都組織一群人去華盛頓監獄外面去 去揮旗 鼓勵1月6日的監犯 這麼好的人 真是有一個這樣的人 是的 他們還沒放過 現在特朗普說上立即特赦 現在DOJ已經說了 不再去追其他人 慢慢去 他們都知道這次的法律戰 真的等到人民對他們 跟共產黨一樣 跟共產黨迫害 所以這幫人很快就放出來了 就算還沒放 特朗普上的第一天都會放出來 特朗普說兩秒鐘之內炒了Jack Smith 嗯 他都會自動辭職的了 兩秒鐘之內就要辭職了 我老老實實 你昨天說 我問我為什麼對蓬佩奧這麼有意見 我說為什麼 奧巴馬 克林頓 那時放了這麼多政治犯出來 蓬佩奧的國務院每天都說中共 一件事都不做 這麼懶惰也有 完全是中國的政治犯 做些什麼 老實講 克林頓和奧巴馬 Hillary Clinton 他們很努力的 以前我負責一些 整一些名單上去找到 當時的國會 砰砰砰上來 一個都沒有了 他實際上當天香港的淪陷 他沒有做到什麼 之後他就說了很多東西 那個淪陷他很清楚的 不是做了很多東西 什麼都是說什麼都不做 什麼都沒有做過 大家想想做了什麼 什麼都沒有做 其實很多東西你想想 伊朗方面 美國都是做了一些 其他地方都有 我看著 我對著 你不要說當時美國之音的事 什麼都不做 看著什麼都不做 搞得怎麼壞 什麼都不做 勾死都不動 而且他們那些人真的覺得 我覺得人們如果是上去服務的時候 就很滑 上去又想著賺錢的那些 就真是 我免得說 所以我剛才 我們上場之前 我也跟小孩說 這個問題 現在川普的班底 為什麼好呢? 就是個個都是為了國家的 真是為了國家 不是為了私利 但是蓬佩奧就是私利看得很重 這個是我的看法 你看看台灣的老闆入場 一個人頭五萬元美金那種 剛剛小孩 人家台灣不知道 滾到台灣的人 天天都說他做過防部長 根本就沒有這樣的事情 他自己想出來的 根本就沒有這樣的事情 一個題目 因為自從特朗普說了 說他可以幫救到黎智英 那麼我們的觀眾 尤其是香港人就有了這個希望 所以最近都有很多人說這件事 我們觀眾都有很多人跟我說 我自己的看法就跟他們未必一對 所以我要請教一下你 我覺得到底現在中美的關係裡面 黎智英戰的份量是哪裡呢? 特朗普會不會真的動用他的力量來救他呢? 當然我跟黎先生都很熟 大家都想救他 就是你覺得應該怎麼做呢? 這件事 有很多事情說就有份量 不說就沒有份量 就全部都說了 你求別人都說沒有用的 是自己說有用的 我都說了這個禮拜 我們有一個整個memo 這個禮拜我們比較清楚 就是負責國務院 中情稿也好 國務院也好 我知道要負責那些人 我們會遞到他們首度 國務院中情 國安會 特朗普也是這樣的 你第二個問題上去 我們昨天也談了 你說黎智英要放啊 要什麼呢? 那些呢 他不會這麼重視 你說香港這個問題 解決辦法 我們有幾個建議 1、2、3、4 他就會重視的了 因為他是做事的 你想想做老闆那些 我都會這樣 你走過來說 媽媽很氣憤 是很氣憤 但是你如果給 他最多叫人去想想什麼方案 那些人又不是專家來的 那些人又問的 所以你把整個方案 放在那裏 這個要寫方案 就是 我以前和其不同的總統都寫過這些memo 講明的了 跟你講半頁子 半頁子 你要把半頁子 把所有的想法 我現在呢 我現在呢 我現在和其他寫的memo 就是 我還要做 我做整個video 嗯 我說方便總統看兩分鐘 嗯 是啊 我就是直接做整個video送過去的 直接video有聲音 配合音樂背後 就是這樣說 你聽兩分鐘 這要解決什麼問題 嗯 真是兩分鐘說得行的 但是你要 就是說 上去 我們平時報紙寫文章是一回事 可以寫天花龍鳳都可以 上去政策那些 很短很到 point 你千萬不要說中共有多差 前面你講了十分鐘 沒有意思的 沒有人看的 最重要的是你放了黎智英 中美關係可以造成什麼的改變 這個我下來了才講 下來了才講 我不在這裡講 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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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真的要做些事情 嗯 就是我覺得就是說 只是講救他這件事情 就不夠的 一定要有一套東西 一套解決法 我不是這樣想的 你不是這樣想的 我不是這樣想的 到時候 先講 我第一個 我又不想暴露我有哪些關係 明白明白 我有一些關係 人家人家人家都知道 好像Rubio認識的 那些人知道 但是有其他的 我又不想 因為這些又不是我個人 為什麼我這麼多年在媒體上 媒體是否 你最後做媒體有一點 人家怎麼跟你談呢 我肯定不暴露消息來源 我肯定不暴露消息來源 所以各位觀眾 大家就是說 那些東西 我昨天和小夏當面都談過這件事情 我們很關注 但是怎麼做呢 第一 美國連那個國務卿都還沒有派 但是我們同時 特朗普在考慮內閣的情況之下 我們還在做的 還在考慮 但是有很多機密的事情 就不能說 而且這件事情不是昨天講的 我們都講了幾個月 一直在說這件事情 就是看到特朗普的希望越來越大 我們在籌劃著怎麼做 但是要看一下形勢 和我們不斷在這裏討論 小孩都在這裏 大家都在想這件事 明天我們一頓晚飯和一個參議員吃 是的 到時我們會再說 我現在手上真的很忙很忙 明白 我就想觀眾知道我們在這裏 在做著 想著的事情 不是說黎智英是我們一個很大的象徵來的 整個香港人的象徵 《蘋果日報》也是很重要的 所以怎麼做呢 就有一套辦法 當然我現在有幾路不同的人都在想辦法 我們還我們想 大家都要想 以前大家知道 以前中國都放了很多人出來 小孩都有參與 不講細節 參與 所以他對這件事是有一定的經驗 現在特朗普這套東西 我估計他都是做一下體會出來的 不是一套理論來的 他現在這套東西 主要我看到他用common sense 就是用常識 用真理 用事實 用這些東西 現在這套東西 有沒有基礎呢? 有沒有能不能變成一個學派呢? 所謂common sense 其實就是保守主義的 你什麼人是什麼common sense 你這麼多早代積下來的 男人是男人 女人是女人 就是人要做事 人要勤力 你要用那些人 就是用聰明的人 不要用人的皮膚 別計它什麼顏色 就是能力至上 所有的東西 你說什麼叫conservative? 其實就是common sense 早先上即下來的那些 這樣才叫conservative 就是保守著原來的價值 保守派原來那一套就是傳統的就是common sense 你理論上怎麼說 你可以說很多很多理論的 理論那些 但是歸根結底保守 就是保守著你傳統的智慧 所以這些 特朗普原來不是保守派 但是他在紐約 特朗普也不是理論家 但是他知道他做生意的人 最明白common sense 多麼重要 是 是 是 現在這樣一下去 就是一定要 他成功 才會和對方 大家可以這樣爭下去 一定要在經濟上 社會上要成功 或者安全上要成功 唯一是這個 但是沒有整個派系來支持他 現在特朗普 不是 應該是美國人 你美國人的common sense 這次我要講一下 我覺得這次剛才講一句公道話 拜登表現挺好 有一條拜登出來 笑人人出來 約了特朗普星期三去白宮談 這次少了一千多萬票 賀錦麗給拜登 那一千多萬票去了哪裡呢? 特朗普沒有多那麼多 特朗普和原來一樣 票數差不多 那為什麼多出這一千多萬票去了哪裡呢? 為什麼這些選民突然不出來? 特朗普就不追究這個問題了 如果你想一下 如果是上次他連任到 我有時覺得上天有安排 上帝有安排 如果連任到很多那些旅行的人 他沒有新組班子的 很多人會繼續用的 彭斯等等都繼續在這裡 那些人阻礙了很多common sense 常識的 想法做事的 這裏不行 顧一下這裏也不要斬 顧一下那裏也不要斬 這次四年之後 他拿了一個mandate 就是拿了大多數人民支持你這樣做 他可以完全是一個新的做法 就完全這樣做了 所以他這次 而且他只有四年了 他不怕可以培養後邊的人 這次曼斯在這裡做副總統 也都是一路會頂得當 而且有四年學習的時候 就不跟原來彭斯做副總統那樣了 所以有些事情是因禍得福來的 我覺得拜登這次出來的表現真的很君子 而且昨天這幾天 賀錦麗那些人鬼殺那麼吵 一個說要逼最高法院大法官索到馬友辭職 說拜登立即將賀錦麗任命成為最高法院大法官 他們主要是避免他忍受副總統 他要去認證投票結果 他要避免被人羞辱 所以要離開副總統的職位才行 最高要大法官退休 他有幾個條件他難做 第一個大法官本人肯不肯退 人家是71歲而已 他做什麼要退 但是他說他有糖尿病病 無論要怎樣 他不退了 已經昨天說了不退了 另外即使他退了 還有兩個月的時間 拜登要參議院通過才能夠任命的 參議院有兩個議員現在就退了 他那兩個議員不介意了 那兩位是West Virginia的Joe Manchin 一個是亞利桑那的Kristin Sinema 他們兩個是中間派來的 這樣做法兩個肯定不通過 所以連票也拿不到 還收辱多一次 昨天賀錦麗的助手 賀錦麗的顧問 出來先說 他現在呼籲拜登辭職 賀錦麗過癮做兩個月總統 也可以避免他去認證選票的那一場 1月6號 1月6號認證選票 那一場收入很大 其實以前那些副總統沒有選上阿哥 他們每個都是這樣做的 但是這次他們這樣說 在場的人 CNN的別的評論員都忍不住笑 阿小學 拜登有沒有權換副總統 有沒有可能這條途徑通不通的 不通的 不通的 因為他要換副總統 副總統是民選上去的 他除非也是一樣 你出了什麼問題 有腐敗 有什麼事 這個不通的 要民主黨投票 副總統是選上去的 副總統不是任命上去 他可以設任何任命官員 民選官員他怎麼設呢 除非他自己辭職 可以自己辭職 他又不會辭職 都說完了 所以這次現在1月6日都很難說 到時怎麼發生什麼 不會有發生什麼的了 不會的了 壓力很大 美國的傳統的壓力很大 不僅如此 我覺得這次昨天的民調說 75%以上的美國人接受這個選舉結果 這次選舉確實大家覺得很公平 我差不多隔天都走去華盛頓 看看有沒有人示威 有沒有人鬧事 一點都沒有 一點都沒有 我覺得美國人鬆一口氣 終於恢復正常 有一條我覺得拜登也是鬆一口氣 你見到出來的那些 四年從來沒見他這麼笑的 這麼開心 發自內心的那些滿面堆笑 這樣下來說 而且昨天記者就撿著這個文化 你還認不認為特朗普是專制者 他答非所問答一句 星期三我在白宮跟他見面 所以大家都鬆一口氣 這套權力移交算是成功了 是的 恢復回到以前的正常的權力移交 是的 而且這次民選票 普選票很重要 普選票 以後要普選票 他們都不知道特朗普贏了普選票 那幫明星真的很愚蠢 但是特朗普這次贏了 確實贏得深報口福 沒話說 錢比別人少這麼多 賀錦麗昨天我的show放 民主黨有一個政理的 就是應該叫了一些挺有錢的人 因為民主黨的財務委員 都是有錢人可以找到錢的 賀錦麗用了10億1800萬 還要另外欠了2000萬的債 特朗普自己發推 賀錦麗用了這麼多錢 同一時間特朗普用了3千4百萬 特朗普冒了3千8百萬 不是 3億8千萬 對不起 對呀 賀錦麗3分之1 稍微多一點 他還剩下4千萬 他說為了團結 我可以幫你還債 特朗普有多嗎 他錢有多嗎 特朗普有多4千萬 哦 4千萬 哇 真的限錢 這個人真的會限錢 哎呀 我知道他怎麼做了 你知道 我說一下黨內的細節是挺有意思的 民主黨的人很大洗的 他出去的話 華盛頓多少人靠競選吃飯 24年一次是大飯碗來的嘛 現在到哪個做候選人呢 哇 想想上去 特朗普就有自己的班子的 但賀錦麗臨時的班子那些 一千元兩千元一小時的那些人 你想想 再再平均一個人一千元 十五個人開會 那時你就搞不定了 你一個個鐘頭出多少錢出去的 那些錢流水地出的 然後就要出去做活動 做活動 你知道真的那些錢嗎 只是那些髮型師 髮型師穿衣服的那些 全軍人的 全軍人的 不是一個兩個人 只是做頭髮的 兩個人 全職的兩個人 就是專門做你的頭髮的 後來賀錦麗出來退選演說 頭髮亂亂的 這次沒有人跟他做頭髮 頭髮穿衣服 裁縫 只是過一隊 整軍人那裡有很多人 特朗普原來自己有齊的 再有你就去講話 講話那些場地很貴貴的 你想想一場會 整個萬人去 民主黨那邊還要拿工會的大車 拉那些人去 去到所有的燈光 所有的場地 就出了很多錢了 特朗普就沽寒 特朗普有兩招就做得好嗎 第一個他上次發現了 因為你飛機開到 還要去哪些場地 還要去哪些場地 很麻煩 乾脆就在機場做 飛機下了地 我上次也拍不到 下來了之後 就直接在機場做 開了飛機又走 一天做四場 又做很多場 飛機場是大 控制起來就是一個桌子 很簡單的 他們等於做幾架那些大垃圾車 真的垃圾車 還有那些消防車 一擋住其他人進不去 就是進不去 圍住 對 圍住 所以就不是這麼多錢了 而且特朗普最重要的一條 他就說了 我上來 我人多 你們呢 當地那些選議員 選擲垃圾的也好 選什麼都好 要選民選官員 我個個都可以來到這裏 抓你自己的票 是不是 但是呢 你的場地都要出錢的 所以共和黨總部 經常共和黨總部的人很新 長長的特朗普 越去得多 他們越花錢越多 那他的錢而且攤下去花 就是說你選參議員 你又出了一份人在這裏 變成共和黨攤開 就是特朗普自己的錢 不用花太多 所以就是 賀錦麗請一些演員 那些 很浪費錢的 只是Opera給了一百萬 Opera給了一百萬 他不是說他本人不要錢的 他不是說收你錢的 做什麼 但是你要什麼場地 你要佈置成怎樣 你要怎樣 全部花錢的 真的花很多錢的 特朗普走去走去 Joe Rogan 每個人都能存我算數 就是我做媒體 我看我知道 你計算數 知道他的成果 是啊 我看我知道 如果動就知道他多少錢 用多少錢 對 你想一下 Tucker Carlson 那些 那些真的不用錢的 特朗普最多是用一個飛機飛過去 Joe Rogan坐三個小時 五千萬人看 你說很值的 所以Kamara那些 我看到他 賀錦麗那些 那些 那些佈置 只是在華盛頓那一次 說收美講話 我知道 花了一千萬 一個台 什麼的佈置 後來 誰知道 上去之前兩分鐘 被拜登說一句垃圾 什麼都打了 什麼都沒有 就是沒有人聽他那個 那一次去了七萬人 華盛頓風 什麼的 只是那個台的設計 花了一千萬 特朗普沒有這回事 不用想 不用想 你跟他講 你都不敢跟他講 你知道他怎麼計算 人家真的不敢跟他講 說出來自己都是醜的 你這樣帶出來 是的 所以他那些人 一個造成一個風氣 就是 大家都是講價值的 不是講排場的 我自己競選都試過 試過的 我沒有別的樣子 我又不出錢的 我只有這麼多錢 當然不出錢 我全部回答人家 誰說什麼回答上去 誰說什麼回答 一路回答桌 我寧願開車 我開車多去 誰回答到桌 就沒問題 所以逢止 一分前都沒出過 所以我知道 特朗普那套怎麼做 小夏 我們今天想說多一點 我們今天想說多一點